當年生了大兒子 我又在做秀全程到處跑 那我老婆跟著必須照顧我 所以這個小孩子我們便沒有辦法照顧 於是就帶回嘉義 出生八天就帶回嘉義 所以對他我們那種距離感 生疏感是特別的濃厚 那他以為 他以為國小畢業之後可以回到台北來 結果也沒有 他以為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國中 畢業後再回來 於是他設定了 我一定要考上台北的高中 他就告訴了自己這麼一個願望 我一定要考回台北 我才能跟我爸爸媽媽生活在一起 對 結果他 我這邊大家其實都知道他畢業 他考上建宗 那一剎那我覺得 是你自己念的 我沒有教你什麼 你為了要回到父母的身邊來 而你選擇了自己拼 拼回來了之後 我覺得我對他 虧欠真的很多 聖哥啊因為跟碰爸爸這麼熟嘛 但是我們很少 像我們認識碰爸爸那麼久 很少聽到碰爸爸提到他有關家庭的部分 碰爸爸平常跟自己的小孩是怎麼相處 其實他跟自己的小孩跟兄弟姐妹一樣 他沒有把他當成小孩 尤其是他的大兒子呢 因為當初 碰哥在演藝圈闖蕩的時候 大部分神就很忙 所以呢把孩子呢放在家裡給媽媽帶 有一年呢過年呢 碰哥回去過年 然後呢 從那個車子下來 然後他大兒子看到 欸 阿嬤阿嬤 放這裡來我們家耶 放這裡來我們家 不會吧 真的 真的這樣子啦 好誇張喔 一直到高中 他的大兒子才到台北來跟爸媽一起住 沒有 我對這個大兒子 我對愧疚蠻多的 因為他有一天寫了一封信給我 我看的時候 就很難過 他說我不知道爸媽的定義是什麼 沒有 其實喔 講到這個我覺得 其實我 我覺得可能我來講這個事情 我覺得我份量也沒有那麼多 但是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工作跟家庭 真的是非常難堅固的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都有碰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你好像很努力的 要去拚這個事業 但是你就會 得放棄到家庭的這一部分 那當你顧到的時候 你又覺得你工作會力不從心 我希望在場的每位嘉賓 給我們碰哥喝彩一下 掌聲鼓勵一下 一定要喝彩一下 多少個夜晚 碰哥其實為了下一個節目 下一餐 甚至下一個心情 怎麼樣去組合 讓明天可以面對 再看所有的群眾 他要拿出什麼歡笑 什麼內容 但是他忽略很多家庭的 應該要照顧的事情 他的兒子其實 跟他在一起 是很生疏的感覺 我看得出來 那碰哥呢 也花了最大的力氣 希望把這個距離再拉近 但是他兒子是一個知憂生 頭腦很好 回到書桌 也許都把自己還給那些 治理行間的學問 但這個爸爸好像要切入 也切不太進去 也許他今天有很多話要跟兒子講 碰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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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因為從小在 阿嬤等於是把她當成我 這樣子代替 我媽媽是希望 她今天是在她身族 那每天健健康康 我媽是這樣的 然後這個 我當年生了大兒子 我又在做秀 全省到處跑 那我老婆跟著必須照顧我 所以這個小孩子 我們便沒有辦法照顧 於是就帶回家裡 出生八天就帶回家裡 所以對她們的那種距離感 生疏感是特別的濃厚 那她以為 她以為國小畢業之後 可以回到台北來 結果也沒有 他以为 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国中 毕业后再回来 于是他设定了 我一定要考上台北的高中 他就告诉了自己 这么一个愿望 我一定要考回台北 我才能跟我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 家人团聚 对 结果他 我这边大家其实都知道 那边毕业他考上建宗 那一上次我觉得 是你自己念的 我没有教你什么 你为了要回到父母的身边来 而你选择了自己拼 拼回来之后 我觉得我对他 亏欠真的很多很多 其实Pongo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因为在当初我当Pongo助理的时候 感受到这段过程 其实蛮 就是我们要以一个 什么样的角度来看Pongo的人生 就是他跟他老婆之间 他必须要说服他的妈妈 把小孩子从南部带上来 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他夹在中间 这种夹心饼干的感觉 我们那个时候想说 其实很容易解决的 只不过把小孩子带回来 这么简单一个动作 但是鸽舍不下的是 他妈妈非常喜欢他这个大儿子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放心 让这个大儿子回到台北去 是怎么样过日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Pongo说 他的生活怎么会过得那么苦 一直到现在 我们才会有那种感觉 也许你们结结婚就知道 当你在跟小孩子 跟你的工作做一个真的抉择的时候 我觉得Pongo这种感觉是一种 是一个日积月蕾里面 所以他现在有感觉 其实那种感觉我们都懂 好 没关系 其实Pongo啊 我觉得他真的是 他很会赚钱 但是他不会花钱 他连百货公司都没有进去过 对对对对 他连手扶梯长 其实他也都没有走过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人 Pongo是我这辈子认识 承受压力最大 而且又能把他解决的人 我觉得他很辛苦 然后呢 他的小儿子皮皮 跟Pongo是最好的这位partner 他说 阿爸 知道你又发片了 先恭喜你 平常我们父子俩的见面机会 虽然很少 只能靠刘梓条打电话 来传达我们的关心 你身体要照顾好 工作忙归忙 也不要太熬夜 这样子我会很担心 还有 那件事情是我不对 我错了 我一直没有勇气当面跟您说 希望爸爸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是一个不会替人家想的小孩 不管你原不原谅我 你永远永远 是我最爱的好爸爸 你永远永远都是我最敬爱的好爸爸 皮皮 来 这次 他说 他在家里睡觉让你找不到他 然后 你在牌桌上哭了 补习班也没有发现孩子的踪影 所有好朋友的家也找不到这个孩子 然后你那么担心 那么害怕 然后后来他打电话来说 爸爸我在家里睡觉 我忘记 这一封信呢是这个 碰哥的 碰爸爸的儿子 委托顺哥拿到节目上来告诉大家的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有时候 男人真的为了工作 然后会顾不到自己的家庭 顾不到自己的小孩 那我觉得碰爸爸的儿子也非常的懂事 那天是 我说我们打牌其实观众们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打牌打得很小 那是我打个两项是一个疏解压力的方法 那天约好七点钟 六点五十八分 我在出门的时候 补习班打了个电话说 你儿子没有来补习 然后我说哦 我就开始约好来自去的 开始打电话 怎么找都找不到人 那你会担心 那不晓得出什么状况 当我打回家去 我在睡觉啊 那一刻我真的 所谓的崩溃是因为你把那个新那个石头整个放下来 原来你是安全的 所以在 专辑 父亲节的前两天我都写了一首歌 写一个叫做《金豆汗》 我想是我们这一代男人的心情 你不用我才想起来 你就跟他平平安就好 不要我欢乐 因为我小孩也是在国外 然后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回来说 爸爸 我好想跟你讲一句话 但是我希望这句话是在你耳朵旁边讲 哎哟哟 金豆汗 不要有那么多让我们担心的事情 对对对这首歌就叫《金豆汗》 好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他一直看你耳朵很小缓 一定梦你的金豆汗 时间车是金也十万 人生敢不就困难 但已经坐在整个楼档 看着你为小孩变大人 我的心里有一个希望 希望你健康 希望你健康平安快乐 但是你学习的心里有一个ящ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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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一春 妳愛秀 一味斷 一秋 剛才這一段啊 這個歌詞也好 或者剛剛的這個訪談的內容也好 我想有很多電視之前的 各位爸爸媽媽們 他們看到一定都非常地有感覺 甚至有很多的家庭 可能也是這樣子的 因為爸爸媽媽的工作 然後忽略了自己家裡面的小孩 跟家庭的生活 其實我想以碰爸爸的狀況來講 我覺得妳的小孩應該 現在也都蠻懂事的了 我覺得他也能體諒妳這份工作 為家庭付出的這份心情 對 他們現在透過電視 他們完全了解我的工作性質 然後我就跟他們集合訓話 也不是訓話 跟他們講 我說我的工作是這樣子 我必須犧牲掉很多跟你們相處的時間 才能夠讓你們有比較好的環境 安心的訓練書 他們也了解這一點 我自己本身 我 就我家裡就是我跟我媽媽兩個人 對 那我媽懷我的時候 我也從來沒有見過我的爸爸 那從開始上來台北工作的時候 我就一直住在台北 然後每天就盡心盡力地毛起來工作 我覺得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業 我一定要好好的拼好 然後我幾乎一年到現在 嫁也沒有多少 更不要說要回高雄見媽媽 那有時候想說 讓媽媽上來台北住呢 她又沒朋友 那她寧願選擇在高雄 就是有朋友的地方 可是我又回不去 我記得我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到台中去辦一個簽唱會的時候 我的阿姨 就是我媽的妹妹 然後她就是要過來 然後要給我們簽名這樣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人擠在那個地方 然後她在她的小孩說 要跟我拍照什麼的 可是我說不行耶 可是我現在就要上場了這樣子 就已經沒有那個時間可以停下來這樣 然後她就突然跟我講了一句就說 哎呦 只是拍一下也不行喔 我們連見到你的時間那麼少了 我們是家人耶 然後這樣就到前面的觀眾席 就 你知道就在那一瞬間我會覺得 我到底怎麼了 然後我根本不知道就是什麼樣是對的 你知道嗎 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也在執著對我的工作 然後就是家裡面的事情也有很多 好像你應該要去照顧 但是沒有照顧到的 尤其是家裡又只有一個男生 所以可能我的感觸沒有像就是碰爸爸一樣 就是從你的媽媽到你的小孩這樣這麼有 可是我覺得我多少少可以體諒到 一點家庭的感覺 你們以後都會有家庭嘛 那個感受會越來越深 但是大家等著喔 真的會有 好 給自己一個掌聲 對 這是一定的 哇